大脚新讯息 如何改变其他人的想法 你们好 我们是大脚新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 我们非常高兴继续赞美人类所取得的进展 我们也赞美你们继续为了成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所做的工作 你们已经是一个集体 但是你们不像我们那样作为一个整体而运作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集体 这一点不会受到我们这个集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的质疑 因此 我们作为一个单一的完整的整体来运作要容易得多 无论你们是否意识到 这都是人类努力追求的目标 不管你们知道与否 你们都正朝着统一意识的方向前进 这种统一意识通过集体意志来运作 以支持集体中的每个人 而不是支持私利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尤其是当你们考虑到 人类长期以来在地球上的运作方式 这种意图带来了很多挑战 因为你们面对的是那些为自己考虑 远胜于为他人考虑的人 很难用你们的言语去说服别人 让他们关心他们所属的集体 但是当你们从内心散发出那种合一的光芒时 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当你们通过源头之眼看世界 你们看到在你们和另一个人 你们和一只动物 你们和整个星球之间没有分离 然后 这不仅仅是你们发出的震动 它也成为你们正在创造的世界 所以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你们自己有多强大 允许你们自己去感受这种力量 否则的话 你们就会感到无能为力 然后放弃 重要的是 你们要认识到 在把人类团结成一个和谐整体的使命中 你们并不孤单 有许多分散在这个星球各个角落的存有们 正在做着他们的那部分工作 获取他们需要获取的东西 以便更明亮地闪耀他们的光芒 当你们的光芒更加明亮时 你们确实可以说服人们 而不需要在那个思想层面上与他们交谈 你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和平 爱和喜悦 当你们找到它并将其散发出去时 其他人也会想要这样做 他们也会想要在自身之内 找到你们所发现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将是你们的下一个任务 那将是教会他人如何在他们自己身上 发现你们在自身所发现的东西 你们可以一起生活在一个非常美丽 有爱和平的地球上 没有人被驱逐或监禁 并非一定得要有人死亡才能让这一切发生 当你们把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看作自己的时候 你们就会开始看到事情变得更加简单 尤其是如果你们一直在思考 我如何改变所有这些人的想法 让他们同意我的观点 这种想法会压倒你们 让你们陷入绝望 从更有意识地调节到自己的想法 感觉 信念 振动开始 然后在那种状态下 你们会发现 比起你们试图采用艰难的方式去实现 这是一项轻松的多的任务 事实上 你们所有人以这种方式走到一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一直发生在那些在地球上 做出巨大变革的人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将继续赞美你们 并对你们的成功充满信心 你们的进化和扬升正在发生 无论发生什么 它们都将继续发生 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